北斗之所以能实现精确的定位导航 是因为卫星上有一块特殊的表 这就是星在原子中 它不仅关系着北斗的定位精度 还关系着北斗的寿石精度 卫星导航它实际上是利用五线电波的传播来导航 五线电波它是以光束传播 你的测量精度要达到一米的水平 你就必须把光传播一米的时间把它测准 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十一分之三秒 那这么高精度的时间测量 那就只能靠原子中 梅刚华等中国科学家通过二十多年不懈奋斗 攻克了小型化 高精度等技术难关 实现了中国星在如原子中技术 从跟跑 并跑到零跑的发展 今天 北斗三号卫星 全部装载了国产的高精度星在原子中 作为卫星的心脏 它们保证了北斗 优于二十纳秒的收拾精度